台湾拳击选手林玉婷出战巴黎奥运 却在比赛前夕碰上知名反跨性别人士 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转发林玉婷的照片 质疑为何跨性别选手可以出赛 最新一篇文章更把矛头指向阿尔吉利亚拳击女将 秀出影片连结JK罗琳备注 为什么你可以接受一个男人在公众面前 为了你的娱乐而打女人 这不是运动 这是男人在享受对女人的权利 文字充满歧视 台湾选手林玉婷不忍了 亲向火线直求对决 准备出赛了林玉婷 抽出空档现身回应 怀世对手惧怕她才会被拿来做文章 自己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不用担心我 我很好 对 因为毕竟既然我都已经来到奥运这个舞台 那其实我已经是把所有的就是社群什么东西基本上都删掉 那我也是都是做好准备 就是全心全意的去背赛这场的比赛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张志豪接连PO出林玉婷国中时期的照片 跨海力挺林玉婷 强调她如果是生理男为了在比赛中获得更加成绩而去变性 那她的身份证就会是一开头不可能是二开头 因为没有一个婴儿会在出生时为了28年后参加奥运在处行几率 体育署署长郑士忠更替林玉婷参赛资格来背书 毕竟他们不知道整个的细节 我们已经将完整的医疗报告提交给我们的国际奥会以及亚洲奥会 所以我们林玉婷的参赛资格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JK柳林对选手性别问题连番开炮 国际奥会发声明打点 表示所有奥运全级比赛运动员都符合比赛资格和参赛规定 不让误导性言论持续在网路发酵 民选装士文发蔡琴锦放过巴黎采访报道